嗨大家好,我是Tutu 今天呢,我打算做一个小小的美食分享 那就是这个台湾手工凤梨酥 温热山丘 前段时间朋友推荐给我的 他说这是他吃过所有凤梨酥里边最好吃的 那我就很好奇它到底好吃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我就上网一搜 然后把它买回家了 我的这一盒中500克 10个的量 然后买成170 这个价格说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小贵的 然后它还有那种更小盒装跟更大盒装的 我这个就属于是中等型号的 它是手工制作的嘛 保质期就不是很长一个半月 生产地点 台湾的南投县 就是日月谈在的那个县 据说那里是有很多原住民的 盛产各种特产 它的包装是吸了一根这种相经袋的 我已经拆开 说实话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惊讶的 高情商说就叫大盗制简 低情商说就是简陋 没有啥过的 里面是这种瓦楞纸 有点小清新风格 这么一个就是50克 虽然说它包装挺简陋 但是呢又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可爱 好香啊 全部拆开 这就是它的外形 就是平时我们去买糕点的那种香味 浓浓的淡奶 面粉 很纯香的那种感觉 表面是焦黄色的 大家先吃 这凤梨酥的外层 酥 软 糯 这种混合口感的 然后吃进嘴里边 是那种纯香感 它外层的皮其实挺薄的 就一口可以吃到里面的 凤梨果肉 是这种丝状的 果肉给我的口感像是 凤梨干和凤梨酱 那种混合感 吃到嘴里呢是比较软烂的 但是又带一丢丢嚼劲 实际上 它并没有很甜的感觉 就微酸感 它比你想象中的那种 香味 更加的寡淡一点点 吃完之后没有那种腻的感觉 嘴巴里是留了一点酸味的 再来吃一个 大家先吃 就是它整个完全没有 给我日常吃糕点那种 非常浓郁的感觉 而是一种 然后我发现这个 比上一个更酸腻点 我们不能再吃了 已经34了 真的好吃 不能浪费 今天这个美食小分享就到这里 我已经吃了两个 其实一开始吃的时候 我会觉得 它吃着没有闻着那么香 真的 就是有点平平无奇 但是越吃越吃 就会感觉到 它的那种醇厚感 还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上头 其实我平时不太喜欢吃糕点的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甜腻感 但是它恰巧 都没有这种感觉 不油不腻不甜 微酸 但是我也不会说 这是我吃过的风铃酥里边 最好吃的 毕竟在它之前 我也没吃过啥 对吧 OK 那么本期简单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